就是用副乘式来做会简单一些 但是如果你要写一个方选 也是办得到 可是复杂度太高了 那个部分我想我们暂时先 那之后有机会再来谈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逻辑应该知道 所以一样 我们基本上是 for i 等于 3 到 7 因为它连在一起 所以理论上你向下侦测不 OK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能够 侦测OK的话 请你把这边插入一个空白列 让它分开来 因为所谓的范围就是说 它连在一起的 那就是一个同一个范围 但是如果你那上下的东西没有关联 你就把它插入一个空白列 那就可以用侦测的 所以我这边直接用7 如果你要能够把它 能够用那个 之前有同学问说 那这怎么办 就是这样 插入一个空白列不就好了 这个就是独立的范围 这个又是独立的范围 就不会互相影响 这个概念应该 OK 因为它是一个 range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如果说回圈范围 OK了 再来做什么呢 if 什么条件呢 判断的B栏 所以打一个B栏 等于销售部 有没有 这个逻辑应该可以通了 因为只有两个 所以我们就用二重的逻辑 如果将来当然不止两个部门 三个部门 四个部门 五个部门 那你就用多重 多重的话就是 再加一个else if else if 一直else if下去了 然后呢 我会需要怎么样 把这一个 第一次 比如说加到的 这个销售部的 它里面的金额 那金额放在 它是从C欄里面去抓到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需要产生一个变数 暂时存放哦 OK 暂存资料的话 这边呢 我会建立一个叫SumA 这个SumA是我自己取的 那特别注意 因为它的初始值是没有东西 那你也可以想成它是0好了 OK 0 加上多少 1800 对不对 然后呢 加了1800之后呢 它要存到哪里呢 存到前面去 所以它会把 0加1000 变1800 存到SumA里面 OK 然后呢 再继续往下跑 第二个1500 所以再跑过来 再 变成说它已经变1800了 再加上1500 就再把3000 就3300 放在这里面 然后再来就1000 所以这个变1000 0加上1000 就是再把它放在1000里面 然后再来就1200 然后加过来4500了嘛 那再把这个1500 再跟1000加 那这个SumA跟SumB 是我们自己取的名称 以后名称你可以改成别的 你可以叫A叫B叫C都没关系 但是那个名称只要跟 里面内建的那个关键字不要一样就好了 你不要取一个那个什么 if那个不行 或者then那个不行 那保留字 好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输出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输出到 伊兰的第九列 跟伊兰的第十列的话 那我怎么输出呢 因为现在的值是放在SumA跟SumB 所以输出的话呢 直接放在 跑掉了 这个 那我刚刚是因为我插入一列 所以这个 那如果说你要往下 因为我插入一列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9 这边改成10就好了 反正这个位置 稍微改一下 那常常有同学是问说 老师你为什么这边用那个Sales呢 那这边你用用Range 我最搞不清楚说 你什么时候用Sales 什么时候Range啊 那你会统一一下 其实很简单啊 我常讲啊 如果你是For回圈里面的话 你用Sales啊 好为什么 因为这个里面一定是个只能数字嘛 回圈里面是放数字 那如果你用Range啊 是因为它里面不能放数字啊 所以回圈里面不能用那个 用Range 那问题说老师那你干脆这边可不可以用Sales 可以啊 可是为什么用Range呢 因为Range比较好理解 19 10 我一看就知道 可是如果你将来 你想说你要写成Sales可不可以啊 你打成Sales 刮糊 然后这边的话列 19 那你可能要9 斗点 然后这边可以是打一个1 这样子 其实你打这样子 跟打刚刚那样子 都可以 都可以 可是 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 这样子我比较不好 我变成我好像还要再转 就转一下就是 19 像怪怪的 好像Range 19 会比较好理解吧 我不知道各位应该懂那个意思 但是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 那你全部都用Sales 我觉得也OK啦 没有关系 反正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回圈那我就用Sales 回圈以外 那我用Range OK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最后执行完 我们把它执行过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执行 它结果就输出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里面的话 我尽可能的把它用比较白话的方式 讲清楚啦 因为这 有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啦 不过书里面有时候 有些地方它要叙述 不好叙述 它没有透过实际上看到画面来叙述 那再来底下的部分也是一样 底下比较好解决 为什么 你可以把程式码从上面复制贴下来 那里面的话不用两重逻辑 只要一重逻辑就好了 只要一个扇杯 不需要扇杯 因为只需要输出一个嘛 那判断的部分呢 就是大于5万 必然大于5万 所以也是加起来 一直加到上A 然后输出到那个我们的1 这个改一下 21好了 ok 121 所以输出 结果的话呢 看一下这边有什么错 10 销售人 那范围错了 因为我刚刚插入一列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这个范围是 16到20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要确定一下 当然最好是可以自己抓那个范围 就比较不容易发生错误 16到20 OK 直接输出 看一下 26 没问题 因为我刚刚是插入一列 所以所有东西就往下移动了 OK 好 这里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最重要是这个 sum a 跟sum b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要累加的话 那就是把那个金额加在后面 他会帮你放在那个变数里面 那这个变数呢 实际上就是放在记忆体的某一个空间 它会自动配置一个空间让你放 跟那个记忆体有点像 那这个变数的生命周期 就是当你end sub 它里面的值也就归零了 就停掉了 就没有了 除非说你把这个变数宣告在最上面 痊愈的 痊愈的就是它跑 除非你这个工作不关掉 不然它那个变数一直存在 那你要永久性儲存的话 你干脆存在esail里面就好了 反正最后 输出它就会放在esail 放在esail里面的资料 那就是永久性的 你不把它delete掉 它一直都在 实际上跟资料库差不多了 所以 ramp里面的东西是暂存的 丢到esail里面呢 那就是永久性的 ok 所以这个当然资料的那个 性质不同 如果你有概念 我想你将来在处理资料 应该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因为很多同学对于什么是rent 什么是那个 什么资料是永久性 什么是暂时性的 有时候还是比较没有观念 那另外就是那个变数 书里面都会教什么宣告什么变数 不过我是觉得在VBA或者在大数据里面 因为很多资料变动都是变动的 所以我觉得你暂时可以跳过那一部分 因为你以前需要宣告主要可能性就是说 记忆体不够大 可能因为你给它 你不给它固定的那个大小 它会用掉太多记忆体 但是现在比较没这个问题 好起来都没问题 你宣告不宣告 反正你记忆体都够用 那何必 而且你要多去想 这个到底要宣告成哪一种类型 对各位也是一种障碍 而且要多学一个东西 如果你将来进阶了 入门就进阶了 你还可以再去了解一下变数的资料形态 比如说你刚刚宣告那个地方 可以是主要可能会有几种 第一种一定是数字 数字的话又包含是整数的 还是有小数点的 大概会分成两种 然后长度也不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变数好多种 再来就是自串 再来可能就日期 日期格式 你可能整个放日期 不然的话就是放booling 就是true或false 那不同的资料类型 你宣告了 你就只能是放对应的那个资料 你不能说你宣告一个数字 结果你放了一个自串给他 他就不接受 不接受的话呢 那程式就会整个就当掉了 OK VBA的好处就是 他可以接受 怎么样 不宣告 你丢什么东西给我都没关系 我都接受 OK 那他的弹性就很大了 所以对照 那个大数据的这个趋势 其实大数据有一个趋势就是 我也不知道说到底将来产生的资料 是哪一种类型 是数字 是文字 是日期 我不知道啊 那你要怎么去先规划好 所以 这个就有个问题 传统的那种资料库 对应到大数据的问题 因为传统的资料库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要先规划好 哪一个栏位 只能放什么 不能放什么 那这样的话就 几乎没办法 完全可以跟大数据衔接 所以现在未来的趋势是 叫No Sequel 就是不要用那个早期那种 Sequel的类型的资料库 因为太严谨了 所以要弹性大一点的 你随便给我东西 我都可以接受 那VBA我觉得他有个很大 很大的优势就是 他也有具备这样的特性 就是你随便给什么形态 我也不管你什么形态 反正我都接受了 我就是 反正还是帮你处理完毕 也输出结果给你 OK 所以他会有这样的特性 对于学习者来说 也可以暂时 不用太去 先去了解什么资料 因为很多书里面 很多程式员 先会讲什么资料形态 讲完之后很多同学都已经头晕了 OK 所以 这个部分 当然你可以 将来如果你进阶之后 可以再去了解 所以 好 现在